你再說一次 你在罵一次 罵一次是怎麼樣 你在罵一次罵 穿著套裝的婦人和兩名男子吵了起來 地點是在嘉義縣 舖子第一零售市場 你再說一次 OK 那我們舖子分決件 你要不要道歉 你要不要道歉 婦人標出了三字經 態度相當囂張 而他們衝突的原因 都是為了電風扇 回到事發現場有攤販還原衝突過程 男子堅持婦人如果不道歉 就要警察局見 婦人最後態度軟化道歉了事 雙方才各自離去 天氣熱民眾到沒有冷氣的市場用餐 沒有吹到電扇的情況之下 可能根本吃不下 導致火氣瞬間爆發 不過像是婦人這樣口出惡言 恐怕涉及了公然侮辱罪 千萬不要逞一時的口舌之快 最後因小失大 三年新聞廖國聰和盛鳳嘉義報導 本集團